21日前有個小朋友姓陳 是一個雙非的爸爸媽媽 生了他,他也是香港新聞證 上次大家看新聞都知道了 丟下了他在港華醫院那邊 看完醫生就叫他跟醫院那邊說 媽媽不愛我了,麻煩你們幫我吧 結果他這個媽媽日前就來了香港 正式被警方拘捕了 剛剛今早就去完法庭的獲准保釋 這位是37歲的女士 法庭現在很少開名的 我發現大部分的案件都用了一個簡單的代號名 代表那個被告 當然如果你是受害人的小朋友 通常用XYZ去保護他 這名的女士法庭代號用了他叫CJJ 我不知道叫陳什麼我 或者他又不是姓陳,我不知道 他媽媽原來是女人 剛好那個姓陳,不知道他姓陳還是什麼姓陳 還叫CJJ 好,獲准保釋離開九龍城法院 付多少錢呢?五千元 兼顧交禮 這個最重要是麻煩你真的要交下你的旅遊證件 不准離開香港 每星期到警署報道兩次 是這樣的 有得保釋的 有得保釋的 據說星期六就乘載高鐵來香港 而被警方拘捕 就是這樣 即是他回來後應該是自首吧 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那時候好像說這件案件之後 不是警方說聯絡到他的媽媽的 他說我會處理,我自己會回來的 我相信這次他也是高調回來的 聯絡了他,在這裡等他 那現在控告他,控告他若兒 控告他一個 這個叫做遺棄 故意虐待和忽略該照顧 對照顧導致兒童受到不必要的苦楚 痛楚苦楚 我也查一些法庭的例書 如果這個監禁罪成 即是對所看管的兒童 或者少年受到虐待 或者疏忽,最高的刑罰是監禁多少 他有兩條的 看看你控告哪條罪行 最普通最便宜的簡易自罪條例 都是判監三年的可以 那我覺得他就算他當時 如果真的入了罪 用不需要判監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即是輕質都應該三年 是的,最高 最高可判,最高可判三年 我們也看看香港 經常說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你看到最近某某歌曲 那首禁歌 去到上訴庭 這個法官就頒布了 有機會跟國安法 或者國歌法是重疊的 於是就說不批了 就不批這個禁制令 看到香港,像他們說的 都應該是司法獨立 是一個法治的城市 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這一宗若兒案件 這一宗的女士 應該就是要公正 就是有一個適當的懲處 應該要蹲 因為你看到樂兒居 那個虐待兒童的事件 當時人神共憤 全香港很多高官 包括特首出來嚴厲譴責 對不對? 這宗差不多而已 你棄一個男童在這裏 他家裡沒有親母 又不認識 又不知有多少錢 又沒有東西吃 所以你說這次 這位陳媽媽回來認罪 我覺得有一點點 QK 就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無緣無故回來認罪呢? 如果他都說 我一開始想著 都是棄了這個男生 難道他無緣無故良心發現嗎? 真的不是了 回到內地的時候 我也是很想著我的兒子 不要了 我還是要回香港自首 我不相信這件事 我覺得是某些原因 因為他這麼狠心 已經丟掉了兒子 對 反過來就是 為什麼他現在無緣無故故 要坐高鐵回來 是被人拘捕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哪裡跌倒是哪裡起發生 聖傳 就是他聯絡到他之後 他又說為什麼會丟掉兒子 又說 聽人說 你想想 通常什麼人是會聽人說 沒有什麼智慧 才會聽人說 譬如說你有自主意識 你不用聽人說 阿斗爺買馬 要不要聽人說 不用的 我聽人說 他頂了 聽馬超超買什麼 他不買 那也是一個有根據的參考 聽人說香港的教育制度很好 所以丟掉兒子在香港 大哥 你不是丟掉舊垃圾在那裡 那個是你的兒子 丟掉他怎樣生存 你當特區政府會照顧他 繼續供養到18歲 然後你就來接他 定益 你不是這樣的打算 阿斗爺的懷疑 就再高少層次 為什麼今次 這個 他又不是沒有錢 通過剛才看過片 對啊 身光景漂亮 是瑜伽道師 我很身材 是不是三十多歲 三十七歲 為什麼會冒著下來 坐硬監 都會下來 是不是有什麼強大的勢力 就是 逼他下來 即是說 這壇事 阿超哥 或者律政司 甚至乎 香港行會的法律志郎 湯家驊都非常擔心 這壇事如果不好處理 就會代表了 有些事情會發生 可能會發生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擔心 這麼高調 立刻夾回來 帶兒子上去 是不是怕人覺得 大陸不行 你不要傳這些消息 大陸的教育制度 市才行 香港的教育制度好嗎 對 大陸的教育不好 你就扔他下來 還是你沒有錢 叫香港政府幫你養 所以這次要高調處理 我知道的 為什麼是瑜伽 為什麼呢 縮骨 他縮骨厲害 所以就算得盡 算得爆 哎呀 你扔他下來 香港政府幫你養 子女讀書一定行 我不管他 瑜伽最高警戒就是接 接 還有可以自己 六九 自己幫自己六九 這個當然是政治上 十分之不正確 之前我們也有討論 為什麼中國裡面 那麼多個省 那麼多城市 你都要送來香港 你送去廣州不行嗎 你送去北京 上海那些不行嗎 對呀 還有南昌 南昌是一個中國歷史革命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很遠 你在黑龍江也說 南昌大陸的小孩 都在香港不要 而且你說 香港教育制度好一點 你都當是 他這樣想 你都不用 他來這裡讀書 你有很多跨境學童 你特區政府 現在很多學校 你都知道香港不夠學生 很多去移民 你就光明正大 很多學生 像他們所說 一小時生活圈 我當你可能是深圳住也好 大灣區城市也好 然後兒子就跨區 每天有很多跨區兒童 政府說 跨區的時候 疫情就說很多這些兒童 因為疫情期間 來不了香港 回不了學 其實有很多 你就去那邊申請 你為什麼又要丟小孩過來 懶偉大 其實那個CJJ 你叫做 去年年尾 開始申請高財通 就下來了 真的 看他有沒有認識過一百萬 那些證據很糟糕 大家看過的新聞 也不是我們說的 無線也做過 01也做過 上面打開APP 按按按按 需要相關的資料 大把中介提供給你 差點點那個 被人通緝那個 都下來了之前 那個博士 年薪250萬 全世界五百大 不知道五百大 還是一百大 還是一百五十大 大學 提供到證據 已經可以來申請 那你就光明正大 已經拿了 喂 聽說 那個高財通 一上網登記 五天就批了 立即有PASS開來香港 直接不需要拿這個 叫做港澳簽證 拿了高財通 已經立即乘車 來香港 用什麼 扔下一個兒子 你來香港和他住 還可以 這個女人真是 中了那條犯 那條例的 犯未超過 他就說 對看管兒童責任父母 其他人 沒有提供兒童少年提供 這個足夠食物和衣服住宿 完全就配合在那裡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如果這個小孩子 他扔下他的時候 他現在 政府醫院那裏 和他照顧 好好的 最初發現他 如果他走出去 外面被車載 他又吵了 你不要搞錯 你香港 我兒子來的 看醫生 你沒有人看管 他自己飆出馬路 現在有什麼事死 剛剛 反過來一定會這樣說你香港 這個真的是PK 賠回幾千萬里 是啊 沒錯 你搞錯政府 你看他的兒童都看不到嗎 為什麼他發生這樣的事 好了 現在就沒事了 醫院跟他打破了 他又關了 他又關了 這些是這樣的人 那你最後看看這個法庭的判決 看看最後是不是要抓這個女人去坐牢 我覺得要阻嚇性 但是我自己認為 當然你知道香港這些新聞 很快大家又忘記了 當他 可能蔡天鳳 現在都很少人去關心 判決是怎樣 每家 相關的人士是怎樣 每家 鳳梓的斗爺是叫做香港新聞百科全贏的 所有新聞他都會記得深深刻刻 經常性拿出來鞭撻的 你那個叫做 潘頓 搞到斗爺輸幾場 他都放下 我從來都不討潘頓 因為我沒有買他的電話 不過你之前那個叫做德望 那個狀元學生 聲稱說香港也很好 又說這個祖國有很多機遇的那個 你不要讓我看見你最後去蘇格蘭 那兩間大學讀書 我一定會找出來和你鞭撕的 對不對 口裡又說香港好 竟然去這個蘇格蘭 那邊 洞冰冰有什麼好 又有水怪 對不對 全部聚酒拿去喝威士忌 在街上 不要 留在你香港讀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也是 你看看他最後怎樣判 我覺得 通常你知道有關內地的人 我覺得不需要坐牢 我覺得不會坐 可能會判他換刑 對 說他都認罪 或者他早就丟好了 就好像說 為什麼他無端端 拋得 拋得就打算是拋的 要回來認罪 就可能 剛剛蔡臣說的 後面有一些人士跟他談過 對不對 這樣你回來認罪 最多判你換刑 可能坐三個月 但是換刑一年 類似的 即是不用坐了 我們答應你 應該最後我們會談好數 不用坐的 不過你回來認罪 因為你這個行為 政治上很不正確 很有選我們內地的形象 為什麼要拋個兒子來香港 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對不對 為什麼要這樣 你可以來內地的教育 也是很好的 為什麼要來香港呢 對不對 而且這樣不太好 你給了個訊息給其他人 對 每個人都去香港 你現在過來 找你搞 真的 火都來買 大家看看這個判決如何 不過我覺得 都是什麼 在時間 對 拿還拿 你不只拿孩子 拿女兒 可以嗎 其實我們剛剛講了很多方法 你扔下兩千個過來 不要緊 你有錢的 你就申請高財通 你沒有錢的 你申請外勞 其實你要來香港 有很多方法 因為香港打開了門 歡迎你進來 而且大家知道 你申請外勞高財通那些 是申請你全家過來的 對不對 有幾率的 你就說帶兒子過來 對不對 兒子到時過18歲 你又過60歲的時候 他在名證言上 接著父母來香港 用什麼 嘻嘻嘻嘻 又在帶兒子來香港 搞這些大農福 不用啊 犯法就是犯法 不過你的情操多麼高尚 你把兒子丟在香港 都是犯法 無論你去到天拿海角 我們都一定會找你回來 成之於發 當你是過街老鼠 一定是會通緝你的 以由此理 這次通緝成功 恭喜特區政府 我們香港是一個法治的地方 沒錯 千萬不要這麼沒站 你不走不掉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